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夢想家的出路,我是Tommy 今期Tommy就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適合的退休和養老度假的樓盤 它就是位於中山西居彩虹店居的幸福戶 目前幸福戶已經賣到第四期產品 而且全部都是現樓現正,可以即買即收樓 還有還會贈述全屋的一個家屬家店 我們現在就在它的商業街的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前面的這一排就是它的臨街商業 目前包括前面三期、第四期都好,它所有商業街都已經開業了 好像現時陸到樓下已經有新鮮的水果超市 包括藥房、麵包店等等都有 還有它這個地段來說,因為它所處是採用範圍區 所以它周邊配套相當成熟 我們其實大概五分鐘的時間已經可以去到周邊的中山的中醫院 包括濕地公園和商業街等都有 OK,我們現在事不宜遲 一齊帶大家上去看看我們實體單位到底是怎樣的 好了,我們現在就來到二棟的實體樓這邊了 它二棟是兩梯五伙的設計 首先我們要看的固形就是97平坡,做了三行的 它就要贈送全屋的傢俬家電 它這個單位其實和隔離的93平坡都是大致窗的 首先它入門就會有一個入戶的花園位置 所以大家看到這個位置其實空間來說都算OK的 我們平時的浪衫包括洗衫都可以在入戶花園處搞定 包括它們都會做好這個熱水器在這裡 還有它這個壺形的因為它就有一個入戶花園位置 所以它可以做一個南北對流的空間 進來的話它的餐廳和客廳的開間就是3.6元 目前看到的這些家具全部都是一個家樓標準 而且它還用回芝華士的牌子 包括其實到時候還有一些電器都會有的 包括空調、冰箱、洗衣機和電視機等 都是一個家樓標準來的 我們來看看它的景觀 哇!很大風 我們現在在29樓的位置 它這個真是很扯風 大家看到幸福湖是位於中山西區的彩虹片區 所以它這裡是可以享受到非常成熟的配套 我們現在站在路上就已經可以看到 我們目前可以享受到的配套有什麼 首先就在樓下黃色那棟樓那裡 就是中山西區的中心哲學 右手邊這些白色的樓建築就是三角醫院 中山的中醫院 就是平時我們有什麼頭暈申氣 那麼落到樓下就已經可以直接去到醫院了 在醫院的後面就是中女彩虹 它的一個share guide 再遠一點的見到全部綠油油的那一片 就是濕地公寓來的 所以平時我們在這邊我們去逛街 去買東西或者去散步各方面都非常舒服的 落到樓下什麼都有都可以享受到 好 我們就再來看看廚房 廚房都是所見即所得的 都是它的膠樓標準 所以大家看到它的色調搭配都是相當不錯的 包括樓下貴 它都是跟我們平時看到的 要買家的閃線不同 都是設計方面都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包括這些抽油煙機 還有這些燃氣爐 包括升盤這些都是一個膠樓標準 同時它這邊的位置就預留了一個冰箱位置 都是單門的冰箱位置 日口其實都是會有交給大家的 OK 我們就再來看看它的證據是怎樣的 它這個戶是三房 不過只做了一個廚房的客戶 第一房間來說 空間來說都算沒有問題 就是比較方正一點 而且它也是有造好衣櫃給大家 都是一個到美的衣櫃 而且它的色調搭配 包括它的材質來看 體身都OK的 這房間日後就會有一張 麥克風的床貝交給大家 景觀方面 它這裡也是跟剛才的路牌一樣 看出去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漂亮的一個城市景觀 都沒有什麼問題 OK 我們就再過來看看 在它的斜旁邊的話 再進來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洗手間看到的都是一個家樓標準 包括看到的我們的座姿 包括這些鏡櫃、洗手盆 都是有的 而且它會搭配 我覺得真的做得相當不錯 裡面的旗桿位置 空間來說都OK 沒有問題 不會太窄 再進來 這房間就是主人房 主人房的話 它就是放了一張床給大家展示 都是用了芝麻士的牌子 主人房這張床就是米白床 另外兩間房就是米半床 而且它這邊都是有 做了一段時間的一個訂製衣櫃 都是做好給大家 它用過的顏色 都是用了一些灰白色的顏色 提身都不錯 它主要是反映這個景觀 真是棒 因為它是一個L字形的景觀面 270度 所以是可以一面看到整個彩虹片區的一個配圖 都可以看到實力 包括再遠一點的 大順那邊其實都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實這個戶型就非常適合大家 兩三個人過來這邊度假 自己住就相當不同 而且是拿回到住 買完啤酒即時可以過來住 最後這間房子就是比較小的一間房子 不過它同樣的 都會有做好衣櫃交給大家 包括都是會有一張床 到時候這間房子 如果大家過來 又不是太多的話 其實這間房子就可以將它做成一個娛樂室 或者書房份量都沒有問題 就提醒自己大家的選擇 接著來看的這個形容 就是116平方 還有三法兩T兩位的形容 你進來看看 它這間房子其實跟剛才97平方 也是一樣的 進來的話 都會有一個更加大的遊戶花葉 大家可以看到嗎 是一直過來的 所以這個位置 大家到時候可以做一間房子 或者可以做浪身的問題 不過它有一點不時太好 它這裏是有一個玻璃 即是它會跟外面的走廊 有人走過會看到 所以大家到時候 其實這邊可以把窗簾在這裡 遮遮也沒有問題 這個三段職的堂門 都是一個Galabusion 你進來看看 它進來這個會形 它就是它的餐廳和客廳 它的開階是一樣的大 它是3.9元的開階 所以非常舒服 我們先來兩袋看看景觀 它這個就是朝一個南向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光景 樓下就是奇崗河景 所以我們買到這個會形 上來看著樓下景 非常之美 而且除了可以看到一線的奇崗河景之外 還可以遠處可以看到 那個興宗廣場 摩天輪那邊 包括那個馬像會 都是可以看到的 所以整個城市面貌都非常漂亮 在這裡看出去都非常不錯 而且大家就算想買一些低樓層 其實一樣都可以看到樓下的光景 因為它中間這裡就沒有東西遮蓋 我們先看看廚房 它這個廚房就是一個優勁的廚房 看到除了這些可以拿走的東西之外 都是假扭標準 而且它這邊就是預留了一個冰箱位置 不過就是一個 小小的單門冰箱 就不夠放雙門冰箱 而且它這個戶型有三個露台 我們剛才入門一個 那邊景觀露台 這邊還有一個生活露台 就是細小的生活露台 所以有三個露台 它這個戶型的實用率都相當高 大家可以看到這些燃氣 都是裝好交給大家 景觀方面 這邊就沒有太多景觀了 多數來說都是用來洗衣服 平時的浪衣服比較多 我們再進去房間看看 它製造了有三間房 首先進來的話 左邊就是一個洗手間的位置 看到的都是一個膠樓標準 都會製造一個玻璃間格 包括旗桿位置 都全部製造好 而且進來的話 空間來說都算比較舒服 比較大 這間房 挺大的 這間房 通常來說 這大一間房一般都是大概到這個位置 而且這裡是多了一個飄窗的位置 整個空間非常之大 非常之舒服 所以這間房 到時候它們 沒有贈送全屋的傢俬 這個戶型 不過大家到時候 其實這裡設計 你放一個1.5米或1.8的床 其實都夠放 這間房的空間來說 算是家庭很大 那對面的房間 空間同樣都不小 它的細動度真的做得相當不錯 就可以拍到牆邊 做一個塔塔米的床 到時候沒有問題 這間房就做一個工作室 或是宜囊房 就可以了 最後 看看它的主人房 主人房都是一個土間 先進來看看它的洗手間 空間來說 也沒有太大問題 在這裡 例如我們洗澡 這些位置都夠活動 夠活動 而且也一樣會有窗的位置 看看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的空間來說 沒有問題 這裡足夠放到1.8米的床 而且可以做一個3米落床 包括它的格局 大家也看到 它已經是將傢俬放在這裡 給大家參考 日後大家怎麼佈置 應該都會大概有一個抗驗 最主要 看看景觀 它現在也是一個270度 一個L陣營的窗 景觀面跟剛才的陽台都一樣 都是可以看到一個河景 山景都有 不過摩天輪也是可以看到的 整個景觀面來說 這邊也是不錯的 而且它是遲到南向 好了 我們現在就看看這個壺形 就是一個83平方的 做了兩項壺形 它也是遲到一個正南向 OK 我們就進來看看 它這個壺形同樣的 它也是一個餐廳和客廳 就一樣開間的壺形 就是一個3米6的開間 OK 就一直過來 其實因為現在是29 所以整個採光效果都非常舒服 進來都不會覺得很硬抑或很暗 我們直接展出這個樣態 它的樣態都做得非常大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這邊 因為它是潮南向 都是可以看到奇光河的一個光景 包括遠處一樣 都是可以看到摩天輪 以及沙景都可以看到的 所以整個城市景觀都非常不錯 這個壺形就是目前在售的 最細面色的單位 所以大家如果說 住宅不多的話 都可以優先考慮這個單位 OK 我們就再來看看它的廚房 它的廚房 我就是做了一個ELGIN的廚房設計 一樣的,都是鎖見即鎖得 除了這些桌面 還有水果,這些是不好的 看到這些搬不走的 都是一個家樓標準 都預留了一個冰箱的位置 來看看 嘩,它這個 很誇張 好大 非常之大 這個我真的覺得 多一間房間就可以 空間十分之大 非常之誇張 到時候大家這個位置 因為它空間大 所以可以操作空間很多 大家可以看看 雖然是空間 或者不間房 都可以在兩邊 製作空間 製作空間 其實都可以增大 整個屋的一個 製作空間 都非常之不俗 它的陽台 真的非常之不俗 我都很喜歡 它就是兩房戶型 OK 我們進來 就是兩邊各一間房 中間就是那個小房 左邊就是第一間房 空間來說都算OK 其實都比較方正 其實都是足夠了 我們在中間的放床 其實都是夠放一個 一米半床 都是沒有問題的 一樣可以做到一個三邊落床 它在這個位置 就會有一個 Pilter位置 不過它的Pilter位置 會有一點奇怪 它就不是我們平時 看到的長方的Pilter 它是一個 四邊形的Pilter 空間來說 都算比較大 大家那個位置 其實到時候都可以 好像它在這裏 上面就是長的位置 做一些 做一些芝物架 可以用來放一些東西 都沒有問題的 中間這裏就是它的 洗手間的位置 都是比較方正一點的 我覺得 都不會太逼夾 不過因為 大家看到它進來 這裏是沒有安裝 推拉門 玻璃門 大家到時候 這邊 弄一些托門會好一點 就沒有那麼逼夾了 如果推拉門 可能就會窄一點 盡量做 做推拉門 也是往外拉的比較好一點 最後就來到主人房這邊 主人房其實空間也沒有問題 而且它的飄窗位 這個窗口位 跟剛才的交測房間也一樣 都是一個L型的窗 270度 非常之美的彩光面 所以說 其實進來 大家會看到 這間房間 特別光一些 特別光一些 所以說 我們平時 開單其實也很舒服 這個戶型 大概是這樣的 這套單位 它的價錢也不是好 大概120多萬 就可以買到了 好了 剛才就已經帶大家看了 一輪幸福湖這邊的實體單位 幸福湖整體看起來 給我的感覺 它這邊就非常適合 我們一個自住 或者一個度假餘 因為想帶來看 幸福湖這個樓盆 就是位於 細居床面的這邊 它是一個相當成熟的一個區 包括周邊 我們落到落下 就已經可以去到 中醫院 可以去到一個濕地公園 包括雙月街 學校等等 都有的 都是齊全的 所以 落到落下 什麼都有 我們不需要去坐車才可以去到哪裏 包括其實回香港 好像從這邊回香港 我們都可以選擇 坐回高鐵 坐回巴士都沒有問題 如果是坐回巴士 我們就可以去到富華車站那邊 就有直達巴 走回香港 如果是我們坐回高鐵 去到中間北閘 都是大約10分鐘的時間 在那邊可以直接坐回高鐵 走回香港西哥路 再說回它的戶型 目前的 航空壺是在賣第四期二棟這邊 兩梯是五床 面積短 最小是83 最大是116 97平方和93平方的戶型 就可以做到丁包人住 即是活蹤了全屋的家屍家電 而且它的家屍牌子 都是這樣 知或是不知 都是不錯的牌子 如果大家 如果是去到有三個人住 都可以建議考慮這兩個戶型 如果再大一點 就可以看回我們 第二個樣買的一家 116平方和93平方的戶型 都沒有問題 還有它還有一個83平方的戶型 我們剛才都在拍到 都是我比較推介的 它是兩房 使用率都做得相當高的 還有 它廚房的位置 有很大的一個樣貓 我也很喜歡那個樣貓 大家到時候 其實可以看自己需要怎樣用 可以做一間房 可以做一個茶室 或者它單純做一個生活樣貓 都沒有問題 而且它這些價錢 好像83平方的那隻 它總價也是120多元 就可以上車 首期都是20多萬 就可以搞定手 所以說 其實這些上車的隔離 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細小的 OK 那麼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對肯付款 這條影片都感興趣的 不如可以上次的影片 在這條影片 我們下期節目再見 拜拜